各位新聞 讓我來鄉親 繼續來看國防部軍備救 工廠贏三處貪污的佩安 這個關鍵人物就是 政校長處長長代委 他實行在贏区通報工廠的拆工案 向著標的中華工廠公司 投票要四千五百萬 說實質是拿到兩千八百萬 本來他批評這錢 都已經下入金螺燒掉了 但是一瞬 也會讓人破到十二年 繼續來想說 二瞬的心理期間 可能是有的要進出減行 他主動來繳回到這兩千八百萬 但是律師認為 他已經錯過最佳的時期了 六五百萬的保證金 可以找人担保 停止期了 國防部軍備救的工廠 營三處經校長處長長代委 挑工頭禮禮 怕在後面 完全沒一點中心得到自由的發揮 我今天要講這句話 只空一千年 二三超過三十一個 福星營福表案 有中華工廠在表 當時小中處長長代委 射嚴港投四千五百萬 第七兩千八百萬 雖然有很多 但又不是說這是相當主動給予生 還說怎樣去給檢查 設定了後 就將兩千萬加收了 其他用在中華工廠 也有生活開銷 一心恐怕十幾年 去各地發揮上訴 檢察官認為開場沒有意義 建築要將犯罪集 立託等的了後 再來心理 各位檢察官 二十一號的特別法文集 說接到各地發揮的 屬於關童地 中華工廠已經將兩千八百萬 透露給各地發揮的國口 大家打拚總算是沒有被料綱 中華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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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我是陳雅玲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社新聞 YouTube頻道